好这个警戒呢是从5月18号开始是进入了第三级的警戒 其中警戒区域关闭社区照护站等等 不过玉里的真诚社区关怀西级巷弄社招站呢 这功每周一到礼拜五都会准备便当 来送餐给社区的31位照顾护长者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全国从5月18号开始进入第三级的警戒 其中警戒区域关闭社区照护站等等 不过玉里的真诚社区关怀西级巷弄站 志工每周一到周五都准备便当 送餐给社区的31位照顾护长者 服务不简短 他去第二天就送了38的两公斤装的那个地方面 然后就亲自他就接着发挥 他就接着那个抛砖以运 然后让大家能关心这些弱势产品 然后我真的是很感动 真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说 送餐服务能够持续下去 也是透过外界的善的力量 这次福里乡东里村玉黄米 更是送来30包2公斤的米 送到社照站 将由社区志工分送给弱势家庭 祝他们渡过难关 停个以后呢 但是我们还是有做一些送餐 关完访式 电话问安 还有一些有关跟他们 让这些老大人心里平衡一点 然后我们也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这次疫情的关系 项中站所有课程都暂停 但是周一到周五 还是有五位的志工妈妈们 愿意牺牲自己时间 备餐 煮餐 送餐给老大人 每天关怀陪伴长者度过疫情带来的不安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